再看一題 這一題有甚多變形 這個叫做兩兄弟 一根棍子兩兄弟台 有人是 一個人 左右兩邊有東西 有的是一個橋 一個橋 兩邊有橋墩 卡車在中間 反正還有很多不同的變形 但是意思都完全一樣 反正盡力就是合力等於0 合力其餘等於0 把力圖畫出來往裡面帶就好了 兄弟二人兩公尺 提一個60公斤 哥哥這邊0.5公尺 棒重不計 要達基地平衡 哥哥往上抬多少 來力的問題 第一件是誰受力 棒棒受力 二受哪些力 畫力圖 一根棍子 全部是兩公尺 離哥哥0.5公尺 我們用公分算就是50公分 離地底150公分 哥哥往上抬X 地點往上抬Y 掛個東西60公尺 畫出力圖如圖所示 OK 畫完之後代入條件 合力等於0 合力局等於0 合力等於0 又需要向上要等於向下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X加Y要等於60 然後呢 合力局等於0 就是要順時鐘等於逆時鐘 又需要找支點了 不然就沒有利弊啊 啊請問你支點底度 啊請問你支點底度 底度都可以 我講過了 竟然誰都可以當支點 那我喜歡挑誰 我喜歡挑在我不用算的地方上 這一題我不用算誰 Y 我不用算地理實力對不對 我把它放在Y上面 Y上面 這樣我的Y就沒有力局 我就審視 好來第一個合力要等於0 向上要等於向下 所以呢 X加Y要等於60 第二個合力局要等於0 順時鐘要等於逆時鐘 誰順時鐘 X嘛對不對 X順時鐘 誰逆時鐘 60嘛 所以利弊乘以利 利弊乘以利 列次列完 後面就數學 所以答案就數 你看我又 我又是用不到第一步嘛 又是用不到第一步就解決出來 OK 這樣就好了 很容易嗎 簡單小事情 兄弟二人 挑東西 OK 好來換 換你們 兄妹二人 一樣啦 往上抬 0.9公尺 Go2 然後一個50公斤 然後不計棒中 然後達精力平衡 妹妹往上抬 力量多少 跟剛才基本上是完全一樣的題目 只是數字不一樣 一個寫兄弟 一個寫兄妹 但是呢 完全一樣 想法 做法都完全相同 這樣子 應該是多多咧 各位大哥大姐 很簡單 合力等於0 上等於下 左等於右 合力矩等於0 四十中力矩等於 逆時中力矩 那記得要先把力圖畫出來 看到他所有的受力情況 可以看到所有的力矩的情況 算力矩的時候需要支點 誰當支點 誰都可以當支點 誰都可以當支點 你不要照我的做法做 你挑你開心的做也可以 只是數學上可能會變得比較麻煩 要去解連立方城市而已 但是都可以做出來 可愛大美女 我還是不能要假裝很開心的 4號 No.4 站起來啦 昏睡中起來 你前面說B你就B哦 這麼沒有志氣 請坐 你相信我們的江大哥你寫對嗎 他常常會出錯耶 1誰受力 過了過了受力 2受哪些力畫力圖 妹妹往上抬 S哥哥往上抬 Y 總共1.5公尺150公分 離妹妹0.5公尺90公分 另外一邊60 掛一個50公斤重 力圖畫完 然後呢要合力等於0 所以向上力要等於向下力 XXY要等於50 OK 再來一個叫做合力局要等於0 合力局要等於0 算力局需要誰啊 算力局需要支點對不對 才會有利弊嘛 要支點誰當支點啊 誰都可以當支點 我喜歡挑誰啊 我喜歡挑在那個不用算的 這題誰不用算 哥哥那個Y不用算嘛 放在哥哥身上 放在Y身上 然後呢 數字鐘點數字鐘 誰數字鐘啊 妹妹的X數字鐘嘛 誰數字鐘啊 東西的重量50 數字鐘嘛 所以利弊乘以利 利弊乘以利 帶進去 利弊乘以利 利弊乘以利 數字鐘等於數字鐘 然後就開始數學認真算 所以答案920 就解決了 簡單小事情 OK 力圖畫出來 帶進去合力等於0 合力局等於0 就用些簡單的數學就可以求出來 可以了嗎 OK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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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